上面我们带您关心的是 上海市博倒数一年了 现在为了整顿交通迎接市博 上海外滩的改造工程 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 只是交通黑暗 其实当然让商家是吃足苦头了 因为周边的生意一下子减了很多 像是有法式餐厅就说 已经惨连三成左右 大天外滩拉起施工封锁线 地面改造尘土飞扬 地下长达3.3公里的外滩通道工程 也进入关键阶段 到处都在施工 到处都是路障 整个外滩的改造工程 想要焕然一新 却先让商家吃足了苦头 尤其是所有的这个业者 大幅业绩下滑了三到四成 还有餐饮业 距离施工一条街 就是著名的外滩高价位餐饮区 原本受金融海啸冲击 咬牙苦撑 现在又有施工 影响顾客上门意愿 我下滑了三成 而且每一栋楼都一样 对 可话说回来 我真的认为 因为我们原本黄埔公园那边 也有一些项目 种种原因 所以政府其实做了一些补偿 生意产叠三成 政府再怎么补贴都不够 业者只好创新 加开宵夜厂服务 鲜的牛夹豆 带蒸血鱼 一道道法式传统美食 凌晨四点还吃得到 就是想留住老韬 吸收夜生活消费群 我们做消夜厂开始 大概一个月不到 可是这个一个月时间 当然还是有成绩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以内 这是绝对有的 不止餐饮业 生意锐减 各大名店也辛苦 已经有德国名牌 悄悄撤离 这场为了整顿交通实行的 外滩交通改造工程 耗资四十亿人民币 预计二零一零年完工 以展现面貌迎接世博 不过在此之前 不仅外滩得度过交通黑暗日 周边的业者也得费尽心思 熬过生意惨淡期 中日新闻 李立方杜宇志 上海报道